我在学校的时候一直是一个 不是很起眼的一个男孩 那个时候用美国方式量是无耻 可是我那个时候已经230磅了 然后同学这些方面也会有歧视 现在回忆一下 就是最小的时候对台北有印象 到底什么感觉 因为你也很少讲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因为台北 我还住在一个比较偏远的 那个郊区的地点 我母亲 这什么地方 其实在台北的七章 七章 有一个特别出名的 很逗的 有一个地方叫星殿 星殿我知道星殿 然后很多人会知道星殿 是因为搭错车 那部电影 歌词里面说到什么什么 星殿西 对不对 其实七章就是在星殿的 几个车站之前的一个地方 然后那个时候 大多是我母亲的意思 就是她说 我想设计我们自己的房子 因为在郊区就很便宜 就没有那么昂贵 然后就真的就盖了一个圆的房子 哇圆形的 然后中间是一个镂空的一个花园 在中心 然后有一个走道是绕着这个中间 然后每一个卧房就像一片一片的蛋糕 这样子往外 所以我小时候那个卧房的墙是圆的 好像住在一个塔里面的感觉 就特别奇怪 可是这个房子我们住了很多年 住在一片蛋糕里 对 农田里面 真的是这样长大 然后我呢 就是邻居要什么 他们都知道 有一个老外在这儿 然后那个 然后他们那个孩子长得很奇怪 个儿大的要命 然后长得又不知道什么东西 他们都对我都很友好 可是呢 我绝对是一个 Outside 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奇观 一个奇观 所以也是处在一个文化中间的一个缝隙 对 你回到圆房子里面周围是乡村 跟你是挺隔绝的 你跟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互动吧 对 还有特别奇怪的是那个美国学校 因为我父亲是美国军人 所以呢 我就一开始上学就是上美国学校 我们现在是在哪里 是在 是在士林 士林 他就好像想搞一个泡沫 对 是个bubble吗 一个bubble 当中还得有一个所谓 他们认为正常的美国学校 American life American life 所以该有的都得有 啦啦队 橄榄球队 我们跟谁打橄榄球啊 这是神经病 就像大多的美国学校一样 他其实是特别偏重美国作家 所以我们看的Hemingway Whitman Hemingway 这种对 Whitman 不要说亚洲的 根本不可能考虑了 对 但是你这些美国作家 你小时候读 谁对你影响有特别强烈的吗 你知道吗 我年轻的时候 我特别受影响 是一个现在蛮有争议的一个作家 叫Anne Rand 缘权 Fountain The Fountainhead 这个作家 我看了他所有的书 真的你喜欢他 还有不止一遍 他对那种个人的尊 就是强调特别强嘛 没错 极端个人 他就是一个理想 也没有错 就是你每一个人要负责 你个人的生活的每一个环节 你不要找借口 你不要把你的责任 推到别人身上 可是这个社会怎么办呢 社群会瓦解的 对 还有真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 现在世界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我其实有意的在疫情期间 我就是在翻书房里的书 然后我真的看到了原权 我其实再读一遍 我会觉得现在网络让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个人 能够展现到极致了已经 我觉得他如果现在还活着 看到现在社会 他会吐血 会的 你刚才说你 像你在从蛋糕里到 到这个像到大宝 从蛋糕 从蛋糕到大宝 就是怎么发现自己的 对 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困惑 我不知道是怎么来了一个意念是我想当医生 然后 为什么 I don't know 所以我其实一直是我必须的功课好 为什么呢 一是因为想将来当医生 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一直很胖 我在学校的时候一直是一个不是很起眼的一个男孩 那个时候用美国方式量是无耻 可是我那个时候已经230磅了嘛 然后呢 同学这些方面也会有歧视 因为孩子是挺残忍的 其实孩子你只要看Lord of the Flies你就知道 知道吗 我很喜欢那本书 那本书 他讲出孩子的真相 谁说童年这么 你说如果人是动物 那就是小孩就是野兽了 其实 所以这些东西在你成长过程中留下来的痕迹 是几乎是你一生中都脱离不了的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困扰挺多年的是吗 其实就是一直成长的过程 但是这个在这么多人说你这么帅气的情况下 你那个中学小时候那种胖胖那种那种记忆 还是会出来困扰你吗 倒不会 可是问题是什么 是我会觉得这个真的那么重要吗 因为我还是同样一个人呢 我在前几年我自己有足够的时间 我要我有足够的资源 我就累积了一张专辑 那张专辑我就定了名字是人 human 对human 然后为了这张专辑 我就拍了一个封面 就是一个X光 就是在头部肩膀 因为我就是要强调什么 就是这个外表的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其实肤色 长相 甚至于性别 我们里面看的都 你分不清的 分不清的 但事实上很多时候 这个外表又是特别重要的 比如你像梦露那样的一个 他就成为icon 或者说你看到丘吉尔在抽那个雪茄的时候 那个样子 他就是一个 就这种外表 没错 又无比之重要 这个image 很重要 对 他是超越所表象的一个东西的 他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定义 更深的一个内涵在里面 是 可是呢 他也只是我们人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不是说在否决外表的重要性 我们每一个人都 还有我不否决我的外表对于我的娱乐的这个整个事业这么多年的帮助 可是我不能把重点放在那儿 我们应该是把我们的重点放在我们的思维 到底在做什么事 当然我现在也就是一个糟老头在发牢骚了 因为真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时代都有变化 我的价值观肯定不是不符合 不适合现在的年轻人 对 但我的感觉是好像这个emage这件事想变得 就是 你想大陆人民穿了那么长时间的灰衣服蓝衣服 突然看到一个费翔同学 穿了一个那样的衣服出来 就震惊了 这个emage是这样的 对 可是它不能成为我的一切 因为我明明知道这个外表跟我也没啥关系 我长什么样是我的功劳吗 也是你的功劳 天天要只喝咖啡 我这些年是真的得功劳了